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高度赞赏中国的效率、决心和活力 表示此次一些国家是首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冬奥会 这充分表明北京冬奥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此外俄罗斯、西班牙、阿根廷、老挝、尼日利亚等多国政要 及奥委会负责人也纷纷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 重申反对体育政治化 各国新闻媒体也对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 在昨天开幕的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 来自78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家媒体机构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围绕共享科技冬奥的主题深入讨论 为用好冬奥平台促进各国人民交流互建 贡献了智慧 还有七天 北京冬奥会的热火炬将在鸟巢点燃 北京将成为首个双奥之城 从2008年到2022年 北京欢迎你热情未变 我们北京建 诚意依旧 北京冬奥会开幕 正值春节 我们相信这场冰雪之约 将再次见证奥林匹克精神 与中国元素契合交融 我们也相信 像2008年奥运会一样 北京冬奥会将闪耀世界 各国健儿们将绽放光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